热带风暴希拉利快速逼近南加州 国家巨峰中心首次对当地发预警 一美国公民贿赂俄副总理 被俄法院判处三年半监禁 重拳打击 宁愿购犯罪团伙 洛杉矶线成立特别工作组 新一波热浪 习德州 店家一天飙涨60倍 爱荷华用攻荒 凸显共和党窘境 缺劳力 却不愿对移民敞开大门 不许屏蔽关注者所发评论 马斯克要在X平台推新规 近伴美国人偏爱DriveThru点餐 感觉方便自在 不会被品头论足 递交今日时事 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8月18日 最新天气预报称 强大的四级飓风 希拉利 正在向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和美国西南角移动 可能造成重大而罕见的影响 当天 国家颈风中心首次发布了对南加州的热带风暴预警 这意味着 未来48小时内 该地区可能出现热带风暴 天气预报称 预警范围从加州的美墨边境向北延伸到城线 洛杉矶线以及卡塔利纳岛 据国家颈风中心报告 该风暴系统的持续风速已经接近每小时145英里 持续风速在39英里至74英里之间为热带风暴 超过74英里为颈风 风速升至每小时111英里以上则变成为强颈风 8月16日 希拉力在墨西哥曼萨尼约海岸成为热带风暴 增强后开始向西北偏西方向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移动 预计该风暴的强度会在8月18日波动 8月19日 接近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时会减弱 但仍然是飓风 8月20日 该风暴抵达南加州之前 很可能转弱 变成热带风暴 现象学家说 希拉力的确切登陆地点可能不会对该地区的预期危害产生太大影响 到8月20日晚上 希拉力预计会给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部分地区带来6英寸的降雨 给个别地区的降雨会达到10英寸 有可能造成洪水 天气预报称 8月23日之前 南加州和内华达州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类似的总降雨量 并可能产生重大而罕见的影响 洛杉矶和卡塔琳娜岛所在的文图拉线已经发布洪水预警 其他地方也有可能有几英寸的降雨 国家气象局圣地亚哥站的预报员沙利文说 热带风暴离开海洋并在加州城县登陆是极其罕见的 他指出 唯一袭击南加州的热带气旋是1939年 在长滩登陆的一场未明明的风暴 但当时没有发布预警 全国广播公司日前报告说 一个美国公民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在莫斯科被判刑 前制药公司高管斯佩克特去年在俄罗斯法院被裁定犯有贿赂罪 据称他承认贿赂了俄罗斯前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 8月17日 他被莫斯科法院判处三年半监禁 在俄罗斯对此类罪行的法庭审理通常是闭门进行的 俄罗斯还以间谍罪名压居了另外两名美国人 但他们的家人和美国政府均否认俄罗斯的指控 其中一人是密歇根州一家汽车领部件供应商的 全球安全主管保罗韦兰 他是2018年12月在俄罗斯入狱的 被捕两年后 他被判处16年的监禁 另一个效力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格什科维奇 他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收集 有关俄罗斯军工联合体企业活动的信息 涉嫌刺探俄罗斯的国家机密 据塔斯社报道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自冷战结束以来 格什科维奇是首个 因犯间谍罪在俄罗斯被捕的美国媒体记者 8月17日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披露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8月16日与伟兰有过交谈 伟兰对布林肯谈了他目前的状况 帕特尔说 我想再次指出 布林肯国务卿向俄罗斯提出了 释放保罗伟兰的严肃建议 我们仍然认为俄罗斯应该立即释放 保罗伟兰和格什科维奇 针对南加州接邻发生零售商店 遭歹徒打打抢的情况 洛杉矶现日前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 重点调查逮捕起诉此类零原购的犯罪嫌疑人 在8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洛杉矶市长巴斯宣布 成立打击有组织零原购 针对南加州接邻发生零售商店遭歹徒打砸抢的情况 洛杉矶现日前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 重点调查逮捕起诉此类零原购的犯罪嫌疑人 在8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洛杉矶市长巴斯宣布 成立打击有组织零原购犯罪的特别工作组 该工作组将重点关注该线有组织打砸抢 零售商店的犯罪团伙 该工作组的调查 执法人员将来自洛杉矶市警察局 洛杉矶县警察局 加州公路巡警局 格伦代尔市警察局 伯班克市警察局 贝福利山警察局 圣塔莫尼卡警察局 联邦法警逮捕特遣部队和联邦警察局 巴斯透露 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 洛杉矶市检察官办公室 和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检察官 也会加入该特别组织 以确保打砸抢犯罪嫌疑人 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受到起诉 巴斯强调 他的目标是确保洛杉矶人的安全 并让大家感到安全 如果有人犯罪 我们就会抓住你 最近一段时间 南加州针对零售商店的 砸抢盗窃事件不断发生 洛杉矶市警察局的一份声明称 犯罪嫌疑人经常以销售奢侈品的 特定购物中心为作案目标 他们通常使用金属工具 打破玻璃展示柜 剪断安全绳或砸抢 轰抢大量高档商品 每次打砸抢都给零售商店 造成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洛杉矶市警察局称 未来将有22名指定的全职调查员 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 讲应打砸抢事件 进行全面调查 启动案件 并跟进每一个可用的线索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说 警方正在与洛杉矶市合作 帮助解决这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未来几天 随着新一波热浪来袭 德克萨斯州预计将打破高温记录 而用电量激增导致电价飞涨 8月17日 该州的电价竟然飙升了6000% 据彭博通讯社报道 来自当地电网运营商 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从8月16日下午到8月17日下午 德州的现货电价从平均每兆瓦时75美元 飙升到了每兆瓦时4750美元 也接近5000美元上线 电网价格波动很大 意味着电价可能大幅上涨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 德州电力现货价格已经处于5个多星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电价突然飙升 是由于包括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在内的 德州北部地区发布了高温预警 对该地区的警告将持续到8月20日晚上 在此期间 预计当地高温将达到华盛105至113度 今年夏天 包括德州在内的美国大片地区 欧洲和北半球其他地区都出现了罕见的热浪 今年6月 德州电价在一天之内翻了一番 打破了此前的记录 德州不同于美国其他州 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电网 不受联邦管制 尽管自6月初以来 该州耗电量飙升了创纪录的12倍左右 远超自己的预测 但其电网几乎没有显示出运行超负荷的迹象 其中主要原因是可再生能源发挥的作用 根据数据 去年德州约40%的电力来自天然气 25%来自风能 还有一部分来自太阳能 阿克华州的失业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却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现在 该州一些共和党官员和议员 虽然认为需要改革相关法律 以缓解用功慌 但又不愿意偏离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据彭博通讯社报道 随着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分散到该州举行竞选造势活动 寻求改革和坚守立场变得愈发困难 他们传递的信息可能加深爱荷华共和党选民之间的分歧 一些轻商业的传统共和党人 希望吸引更多劳工来该州推动经济增长 而另一些人则拥护前总统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立场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改革移民法规来解决招工难的问题时 该州波尔克县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布塞洛特 同时指出了这两点 他说 首先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 除此之外 我们需要确保人们有合法移民的途径 并确保我们把优秀的人引入到美国来填补工作岗位 爱荷华州议会最近一项提案的命运 凸显了共和党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 沃伦县州参议员加勒特推出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强制使用E-Ware-Fi 要求雇主检查新员工提供的移民文件以确认他们有权在美国工作 但是爱荷华几个当地商业团体却反对该法案 爱荷华商业委员会主席莫菲就是反对者之一 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对移民法进行全面的联邦改革 而不是各州拼凑的规则 外国出生的劳工帮助美国 缓解了新冠疫情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去年外国出生的劳工贡献了全美新增劳动力的60% 总体而言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还不到20% 包括爱荷华在内 在中西部地区移民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只有10%爱荷华周招工难 迫使劳动密集型制造和加工行业的公司做出调整 汽车零售配件制造商笛泽提高了基本公司 把员工人数增加到1000 目前还有大约60个职位空缺 该公司在爱荷华拥有7个制造工厂 笛泽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他吸引外国出生劳工的能力 他的大多数员工以英语为第二语言 而且他还雇用了来自阿富汗和越南等地的移民和难民 泰森食品公司在爱荷华拥有8家工厂 对肉类加工劳动力有很强的需求 该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一支劳动力队伍 其中包括来自160个国家的4.2万移民和难民 其中1.1万人都在爱荷华工作 8月18日 社交媒体X的所有者马斯克发帖称 X的用户将不能屏蔽 不想看到关注者发出的评论 而这个功能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功能 根据马斯克的帖子 私人不会受影响 自去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以来 马斯克对该公司进行彻底改革 解雇了许多员工 恢复了以前被封禁的账户 最近还把公司和平台重新命名为X 马斯克没有提供取消屏蔽功能的原因或时间表 只是在推文中称这个功能没有意义 媒体指出 用户可以使用屏蔽功能 来确保仇恨和骚扰内容 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帖子回复中 推特用户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屏蔽功能 以避免在平台上看到特定品牌 或其他不想看的广告 与马斯克一起投资X的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 在一篇文章中称 该公司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 赵长鹏写道 X应该在删除屏蔽功能之前 先解决垃圾邮件等问题 8月18日 一份新出炉的调查报告 8月18日 一份新出炉的调查报告指出 与在餐馆里用餐相比 近半数的顾客称 他们更喜欢draw through 餐饮服务 因为没有人会评判他们的穿着打扮 谈话技巧或餐桌礼仪 而且也不用和餐馆员工说那么多话 近年7月 咖啡连锁店荷兰兄弟委托市场研究机构 对2000名美国人进行了随机调查 结果发现 虽然新冠疫情已经结束 但时刻们对draw through 的偏好依然存在 在这次调查中 近一半受调查者称 他们每周都会去3至4次有draw through服务的餐馆购买快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之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